有句话说得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以后 如果还能坚持自己的本心 那无疑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德云社的台柱子月云鹏 就是这样一个人 11月29号 德云社临时修改了节目单 月云鹏宣布空降小剧场演出 要在11月30号这天 跟自己的徒弟上小局 一起在德云社的新街口剧场演传底 花一两百块钱 就能看小月月说相声 这简直是太超值了 要知道月云鹏的商演票 都是上千块起步 还不一定能买到的那种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月云鹏在手术之后首次登台 从现场表现来看 恢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久前 月云鹏因为手术引发热议 随后月云鹏辟谣 屁股上长了一个瘤子 已经切除 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今 月云鹏已经登台表演 看来已经完全恢复 不耽误今年春晚的节目审查 至于今年月云鹏和搭档孙月 能否再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还是等待官宣吧 在当晚的演出中 月云鹏和爱图上小局 配合默契 合作的卖孤一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对此 月云鹏也是夸奖了爱图的表演 不禁让人感叹 相声界后继有人 当然 能和师傅一起合作 上小局也是非常幸福的 在演出中 还不断地拉仇恨 同门师兄弟的内卷 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 尤其提到了二哥 刘晓婷吃不上饺子 这可能是二哥永远的痛处 为什么二哥老吃上饺子 二哥有时候他打不上 吃饺子的时候 他不在 他吃的苦瓜 在演出前一天 作为徒弟的刘晓婷 还不知道师傅 要和上小局一起演出 还称前两天见面 也没人提这个事啊 还扬言要去扎上小局的车胎 回头有时间 跟师傅也演一场 在推厂签名的时候 粉丝们也提出了 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时候 与二哥刘晓婷演一场 听到粉丝们的询问 岳云鹏连思考都没有思考 直接表示下周 就会与二哥刘晓婷 一起演出的 不得不说 岳云鹏真的是一个好师傅 趁着受伤在家休养的这段时间 还不忘捧自己的徒弟 什么叫不忘初心 岳云鹏 这就叫不忘初心 哪怕是如今家喻户晓 却依旧愿意回到小剧场演出 他知道 德云社对自己的恩情 所以也心甘情愿 去小剧场演出 只要能对德云社有帮助 他都愿意去做 一个人只有不忘初心 才能方得始终 岳云鹏就是最好的例子 岳云鹏